好嘞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 老鐵門哥來聊 今天這一集呢 是要跟各位講說一個iPad跟iPhone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然後它是關於巧控鍵盤的 不過這個版本的部分呢 你們就要依照你們的手機的型號跟iPad的型號去嘗試 但是你要去實驗這個視頻的時候 你首先第一個你要有iPad的巧控鍵盤 巧控鍵盤 然後再來會建議說 你最好是有MagSafe的裝置的殼 那我等一下會講 MagSafe裝置的殼 好 那我這一台的型號是11的 iPad 11 Pro Pro的 所以你如果是不同型號的 你也可以去嘗試 比如說你是12.9的 12.9吋的 那你也可以去嘗試 或者是你是其他型號 但是首先你要這個 就是巧控鍵盤 Magic Keyboard 好 那首先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iPad其實 你用這種 這種巧控鍵盤呢 你是不是有時候 你沒事想要直接用手操控的時候 巧控鍵盤它是不是磁吸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iPad就拿下來 那你拿下來的時候 那這個巧控鍵盤 放著到底有什麼作用 那現在這個就是告訴各位說 就是它有一個特殊的一個功用 就是說你現在拿手機啊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吸在上面 那它的吸的位置就是說 它這邊有很多的位置 其實它後半段這些都吸不住的 它比較磁力多的 磁力強的地方是在前面 所以你就要吸在前面 那為什麼說一定 最好是有殼 因為如果你有殼 它就是平整的 它平整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說可以 比較不會去 因為鏡頭凸出來 它吸不到 所以最好是平整的 它還是有一點點凸啦 但是沒關係 因為它 反正Magic Safe 它的磁力的磁子是在中間 那我試過如果裸機的話 因為它太滑很容易掉下來 所以是建議說有磁 有Meg Safe的 那就是在前面 那在前面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指的話 就是它大概會切齊你的邊緣 所以它切齊的邊緣就是這樣子 它就可以吸在邊緣前面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可以吸這樣 那如果你其他邊的話 你硬要說用這樣子去吸它的話 那你就可能就要利用說這個 凹槽的部分去勾住上面的地方 去勾住上面的地方 不過 其他的地方我試過就是 它比較不穩啊 比較容易滑下來 因為 針著有磁力的地方是在 是在頭這邊 所以你們就可以試 它就可以吸在前面 吸起來是還可以的 但是你當然不能去碰它 你碰它就掉下來 所以就是你可以吸這樣 然後橫的話也可以 但是橫的的話就是 因為Pro Max比較重 所以它就是你裝可的話 你要對齊按鍵的五分之一的地方 去對齊這個線 然後去對齊這個 熬折的地方 所以你就會這樣子 在這熬折的部分 然後大概會對這個 按鍵的五分之一 然後去找一下 那它就會吸住 那這個有什麼用 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點 我要看影片 比如說我先隨便點一個 可謂現在來 你就可以用 但是就是說 這個是 一個特殊的小秘訣 就是說我沒有支架 我可以這樣吸 那如果你是mini 或者是12的話 它更輕會吸得更穩 那Pro Max 因為它比較重 所以你剛開始在試的話 你要去適應一下 不然它就會掉下來 那它不能吸在後面 它吸在後面 你吸在後面是不可以的 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一個 這個就是 iPad這個巧控鍵盤 跟這個磁吸的一個 非常無聊的一個彩蛋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們 沒試在家 也可以試看看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吸看看 看它可不可以吸在上面 那有時候如果你說是沒有支架 你就可以用這個吸 好吧 今天就跟你們談這一個 好